在新竹举办了风筝嘉年华活动 许多家长带了小朋友到场 博却传出男童遭到风筝线 割伤脖子跟腋下的事件 让家长非常气愤 质疑主办单位没有设置安全距离 彩色风筝翻滚一圈又一圈 搭配晴朗天空 新竹风筝节吸引不少家长 带着小朋友参加 没想到却惊喘有男童 被风筝线狠狠割伤 脖子腋下长长疤痕还在发红 留在孩子身上特别醒目 原来当天人数众多 却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风筝线到处乱飘 一阵强风吹来意外就这样发生 孩子受了伤 现场却没有医疗人员 让家长又心急又生气 目的一个区吧 不要就这样困扁的话 反正目的那个区都放红针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这样很危险 是因为如果受到脖子 其实你会跌 附近民众听闻有孩子受伤 大呼不敢再参加了 主办单位忙着喊冤 说意外当下立刻帮孩子上药 并且登门道歉 只是伤在儿生 痛在父母心 开开心心参加活动 却带伤回家 恐怕在孩子内心留下不小阴影 知之言人荣 余晨玄新竹采访报道